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老是不去 你遇到我爸我就不去 他老说你是吧 又说不在点上 因为都看你里面特别钱 然后就是说我说 直说到开始就有点就是意味 这是因为你就是你爸 你爸也不是不爱你 他就是他以你的方式 你实在承受不起 佛法里面说 父母有时候和子女是逆缘来的 就是你跟你爸就是 也不能说是逆缘 只是说他爱的方式 跟你爱的方式完全分马牛不相及 各爱各的心吧 就是说你也知道他爱你 只是他的方式你接受不了 他也知道你也爱他 只是说实在他也了解不了你 如果两个人都能这样想的话 我各爱其实挺好的 不是你不孝瘦 也不是他不爱你 就是两个人 就是就是不知道对方想啥 就是不知道 只要不管是关心爱 都是伤害知道吧 就是那样子 没有办法 生生世世就是这样 大家就是 如果有时候聚在一起了 就这样 但是你理解吧 你现在都学佛了 不是 然后你也学佛 那么我欠你就是 就是如果你称恨他的话 你永远跟他在一个等级上 稍稍你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 觉得他也不容易 稍稍慈悲一点你就告诉他 知道吧 下辈子你就可以选择不来他那 你要趁着他 万一又吸引到一半了 这赫赫没解决呢 我下去再去趁给他一下 是吧 就是以前在家人的时候 也是他去拿欺负你妈 给我看吧 反正是你跟你妈不如他的眼呗 他反正就是怎么看也不对呗 但是他又看自己也不对 哎呀一家三个三个角度 三个样子 你妈虽然 虽然对你 但只是说你妈也理解不了你 三个个是个 他说你没必要 人家那是人家两个的缘分 知道吧 谁也欺负不住谁 你妈也不怕他 只是为了家人 你只得有时候觉得也就这样 反正就这样吧 反正就这样了 你没事的 你不用为你妈妈担心 把自己搞好就行 你太需要个家了 你多喜欢一个温暖的家 是吧 你也很渴望 但音乐如此 那个家你觉得回去潮 太不安宁了 太难受了 别伤心 大家都是在外边一个人飘着的 所以你别伤心 你懂得多的是 是吧 没关系的 只是有时候觉得自己 有点孤独啊 孤苦的一个人 好像人家的 好像看见人家的家 有父母有母的 说我要回家去 你的家也不想回 好像这一点有点 稀疗或者孤单等等 没家又没家的自由 就是休息有时候已经把三件 三件都不是家了 空性才是家 那叫归宿 知道吧 不是说你有一个家 你的心真能爱住在那个家里的 每个年轻孩子在家 每天他妈打电话 他爸回来 你干嘛去了 你在哪呢 你是不是劝我爸了你 他爸也打电话 他妈也打电话 妈回家 难道孩子在家吗 心也不在家里是吧 你以为有些孩子有家 他就觉得幸福嘛 他就没你这种感觉嘛 有时候坐在家里 要有你这种感觉更凄凉 坐在家里觉得没家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还漂泊在外面 天大地大 唯我独争 我流浪 反正我想头朝这样睡 我就这样睡 头朝下睡也没人管 但有家的 你每一点点都在接控之下 然后你又没自由 还没自由 你还觉得父亲母亲的心不在你身上 然后父亲不知道想啥 母亲不知道想啥 家冷冷轻轻的 整个家就像 就是四面墙 头上有个顶 那个时候你更凄凉 知道吧 你像坐在那真的是冷的 就是坐在家里 有的孩子们冷的 坐在家里 头顶上下着霜 知道吧 接着冰下着霜 然后头上飘着雪花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所以不用你不用扫心 每个孩子是每 那是你有时候也是你的福报 不要跟人比 你就会觉得 当下你是媳妇 因为最起码你还挺借口 你还年轻 你还有所勤劳的时候 你还头脑灵活 你还没得病等等 生老病死这些东西 对你还不是那么困扰 你 比你没老地儿 你没病是吧 生也过去了 那个苦 死亡还早知道 睡下的苦不算什么 知道吧 算什么呢 年轻近的 出去找个工作 随便打个工 也不用给别人 比慢慢的做自己 踏踏实实安心的做 家就是那样 那偷胎的时候也血不了 是吧 自己也无名不知道 偷下来 你能够帮到你妈就帮 帮不到就那样吧 人家一辈子 你妈也就那样 好好经营你的生活 你幸福就帮到她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是 不是你孤独 不是你痛苦的理由 这个没关系的 真的是 这个世界很多人 活得不开心 各有各的不开心的原因而已 使用你第一次 最后一天 它的压力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